下面咱就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典 叫做进城和县城的一个简单对比 咱们到现在为止 进城也会了 县城也会了 就是那些知识点 实现专任务就完了 就这么点知识 那关键一点是进城和县城 将来咱们在面试过程当中 会为哪些字典呢 这个比较重要 即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区别 首先来给大家说一点 首先来给大家说一点 进城 双击一个程序之后 运营起来之后 是不是就是一个进城 进城是一坨资源的总成 包括代码 包括内份 包括显示器 包括摄像头 包括网络 包括硬盘 所有东西都包括 现成它也能完成多任务 但是现成它比较轻量级 都能实验多任务 但是方式不一样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进城和现成 它怎么区分呢 把你电脑上 或者是你手机上的QQ的多开 理解为多进城 我的电脑上我要运行 我要运行多个网络提示住手 请问他们 双击 这是一个进城 在双击 是不是这又是一个进城了吧 把这样的东西理解为一个进城 它是一个字源 以及代码的总成 而我在一个进城里边 是不是可以实现多任务吧 那么这就是现成 这就是现成 好 那么最听 我那会儿不是给大家画过一个图吗 我那会儿在画图的过程当中 这里边是不是也画到了箭头呀 那就尴尬了 进城也有箭头 现成也有箭头吗 最听 进城先有 才有的现成 代码是一坨二进制 在电脑上放的 你双击之后 它变成进城 大家这个地方写个东西啊 我再来一个 代码 变成进城 变成了进城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进城里边就能去实现多任务 那么到底是谁去做的呢 最听了 其实进城仅仅是一个资源分配的单位 谁拿的进城资源去做的呢 现成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箭头实际上是现成 能理解我想说什么吗 OK 那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先我有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放在这了 我接下来Python3控格写上这个PR文件 接下来这个程序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进城了吧 好了 有了进城了 有了进城 有了内存有了资源 什么都有了 OK 进城就有了 那么有了进城之后 操作系统不是等待着这个进城去运行吗 谁去运行的呢 这个时候 县城就出城了 也就是说 县一个进城里边 至少有一个主县城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一个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是不是一定有个东西 是不是拿了个箭头 是不是在走啊 那这个是谁呢 主县城 OK 原来也就是说 同学们要记住了 原来咱们所说的这个进城呢 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资源分配的单位 就是一个资源的总和 谁拿了这个资源去做呢 县城 县城拿了这个东西 走走走走走走走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县城啪跳进来 县城说了 创建一个对象 没问题 创建一个对象没问题 接下来县城说了 要调用一个函数没问题吧 这个县城一调这个函数 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接下来 你的程序会在另外一坨的内层里边 把相关的资源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也就是说 又是一套资源了吧 不就是又是一套资源的总和了吗 这就是一个进城 那么这个进城 咱们称之为资源的一个总和 那么接下来 请问同学们 一定是有个建筑 是不是来执行代码了吧 请问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是一个县城啊 那么也说 这个县城 是不是接下来 拿着这个代码 走走走走 是不是在走吧 其实也就是说 多县城能实现多任务 是指的 在一个进城资源里边 有多个箭头 你能听懂我意思了吧 这是多县城里边 是在同一个资源里边 有多个箭头在执行代码 那么多进城的多任务 请问是怎么的 我又开辟了一副资源 在这个资源里边 是不是有个箭头 听懂了吗 你看 这是实现多任务的一种方式 还有哪种方式 来实现多任务呢 给同学们看账 我再来一个 这个开辟一个 我把这个删掉 不要了 来 同学们看账 我想用多县城 来实现多任务 你得去理解 我用多县城 一个代码放在这 多县城 你把这个 不要看这个代码了 你就理解为多县城 创建了一个县城 那么接下来 这个县城 从这开始执行 又创建了一个县城 接下来这个县城 是不是从这开始执行 我还有一个默认的主县城 那么请问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一共有三个县城 一副代码 有三个建筹执行 请问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将来有三个代码 是不是一起执行 多任务怎么实现呢 在一副资源的情况下 有多个建筹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案 我每一个资源里边 有一个建筹 我只要有多个资源 每一个资源里边 有一个建筹来执行的话 是不是也能实现多任务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看区别是什么 这个只有一份资源 而多进城 你没发现 是不是有好几份吧 你不管怎么说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都能实现多任务 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分 区别 简单的理解 进城是资源分配的单位 而县城是将来操作系统 调度的单位 你听懂了吗 你这个建筹 一定将来你执行 执行就是调度 也就是说 你的QQ 你的微信 你的微博 你的默默 运行起来之后 这叫进城 没错 只是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 有可能很大 我的代码有可能很长 请问 将来我去执行的时候 我的代码 我的扣的 扣的叫代码 我的代码 应该是拿一小部分代码 来过来执行 然后接下来 我再把这个代码 再放过去 然后我再拿着 它的一小部分代码 再过去执行 请问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 是现成 而资源分配的单位 是进城 简单的区分 进城 县城 资源很少 就能实现多任务 进城 你没发现 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字眼 是不是才能实现多任务 怎么更好的理解 看这个图 你只要看这个图 基本上你就懂了 来看这个 这个图给大家体现的是什么了 流水线 有可能你没有经历过流水线 这边讲我经历过 我原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其中有一次暑假 我刚回家三天还是四天 我的导演里给我打电话 小王赶紧回来吧 回去干啥去 是吧 我说实验室里边都关门了 我回去干啥 我想回去 然后他们回来 咱们去庆岛实习去 去庆岛实习 我说那好 我说有工资吗 没工资能就要实习吗 那去吧 那就可以去吧 刚回家第二天 又坐了课车 又回了学校 回了学校之后 把我们整个年级里边 很多很多人 就是廉价劳动力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廉价劳动力 暑假又没事 你在家里边也是闲的 用大巴车 好几辆大巴车 都去了庆岛 谁呢 海信 海信的电视机 去了海信之后 我告诉你 我真实的体会 这么好这公司 太棒了 然后在车间里边 看到流水线 就是什么呢 就是流水线 就简单说 就是一个工作台 那么它上面 有这种什么小皮带 能够上面放上一些东西 把这个物品 往一个方向里边传 懂我意思了吧 在那边干什么呢 生产电视机 生产电视机 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其中有一次的时候 不小心 我和我对面的哥们 在去弄电视的时候 他以为我服了电视机 我以为他服了电视机 我们俩都瘦了 最后的结果 啪掉下去了 那工作程度差不多 有一米多高 一个这么大的电视机 一米多高 啪摔下去了 一点防护都没有 我们俩好紧张 一个月 他一千几块钱 一千几百块钱的工资 一千几百块钱工资 你想一个电视机 好几千呀 那个时候 完了 两个月的工资都没了 但是搬起来之后 一点事都没了 我到这去 狠心的电视机 可以 第二次 第二次有一次是什么呢 我另外一个同事 然后呢 他需要把这个电视机 放到好几米高的一个地方去 但是不小心 那个电源线呀 他放在一个地方卡住了 电视机是上升了 电源线没上升 把那个电视机硬生生的 啪 坐下来了 坐下来之后呢 两三米高 电视机下来 一点事没有 所以说导致了问题 我结婚买电视机 就说买什么 海信的 你懂我意思了吗 这里买海信的 好了 给海信打了个广罐是 真的是这样 唯独坏了什么呢 那个电视机的后壳 你懂吧 就是一个塑料壳嘛 壳一换 换个新就完了嘛 就是壳擦伤了 换个新壳就完了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点事没有 质量相当好 也就是说 你拿了你那个显示器 往床一扔 绝对不会出错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扔一个60的电视机 那个显示屏就有可能碎了 那就完了 好的 那么流水线 就是用来生产东西的 那么我接下来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接下来 想生产一件商品 注意听 我想生产一件商品 请问 我是不是得至少得有一些资源 请问是个道理吧 我得有一些资源 打个比方 我买了这么一点工作材 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么小的工作材 我放在这 请问 这是不是资源 我想做一件事情 我至少得有资源 你至少得有扳手 螺蛳刀 钱的 什么一些其他的螺蛳帽 螺蛳钉 是不是你把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来了吧 请问 我想做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先得有资源 这个资源和谁对应 和进程对应 好了 我有了资源之后 请问这个资源 就自动的螺蛳钉和螺蛳帽 就直接合在一起了吗 不会 怎么的呢 我需要找工人 请问工人 是否也就意味着 他拿着这个资源 再去组装 是个道理吧 那么这个工人是谁呢 县城 好了 咱们原来的基础班里边 所学的所有的程序 都是这个道理 先创建一个进程 在这个进程里边 默认有个主县城 这个主县城 是不是在拿着这个进程的资源 是不是在做事情了吧 完了 当他做完之后 这个事情就做完了 这是咱们原来的单任务 就是这个道理 咱们先学的 是不是多县城的做任务 多县城意味着什么 多县城意味着 是不是在一个资源里边 在一个进程里边 是不是有好几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通行之行 那么接下来 我最听了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工作台 有一个工人在去做 但是呢 随着业务的发展 我发现了一个人生产的太满 我怎么办呢 我接下来造工人 可以吧 我接下来造工人 我把这个工作台 再稍微扩展 扩得稍微大一点点 还是哪个工作台 我只要再扩得大 再扩得大一点点 我接下来造工人 造了一个工人 造了两个工人 造了三个工人 造了四个工人 请问 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台上工作 资源是不是共享的 是用了一个资源了吧 是一个工作台吧 那么也就是说 同一份资源里边 有多个人一起在干事情 请问 这是不是就是 多县城的多人物吧 你能听到我意思的吗 那么多县城之间 咱们也说过了 共享全球变量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我一个县城 做完了事情 我可以直接 放到全球变量里边去 那么另外一个县城 是不是可以 直接拿到这个数据了吧 所以说 这就是好处 随着业务的发展需求 越来越大 我一个县城里边 创建了好多好多个县城 即我一条流水线上 一个工作台上 我找了20个工人 但是我发现了 我这个生产的效率 还是太低 请问你这个老板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难道接下来 还要找工人 往这个流水线上放吗 一条流水线的工人 不是越做越好吧 请问是个道理的吗 因为毕竟的位置有数呀 有限制呀 怎么办了呢 那我再开一条 不就完了吗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在开一条的时候 请问另外一条流水线 和这条流水线 是不是两条流水线 是不是个人是个人的吗 是不是就验证了 进城之间 不共享全球变量呀 那么第二点 有了一个进城之后 那么这个进城 是不是也得去招工人 是不是做事情了吧 是不是另外一个进城里边 是不是有多县城呀 那么最后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流水线这个图 大家能否理解 进城是资源分配的单位 而将来真正的县城 是不是就拿着这个资源 是不是就拿着这个资源 是不是要来干事情的那哥们 是不是就叫做县城呀 对吧 县城是将来调度的单位 那么也就是说 我有个问题 这个是单进城里边 是不是有多县城呀 对吧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多进城里边 每一个进城里边 是不是有多县城呀 我想让 让我的程序的效率 再高一点 同学们 这意味着啥呀 这意味着什么 多进城里边 每一个进城里边 是不是有多县城 请问现在同一四个 有几个哥们一起在多了呢 你们发现 是不是同一四个 一起就有九个在多了吧 这个的话 是不是这里边 必须得有九个 而这个的话 每一个有三个 是不是我接下来 我只要负这一份 接下来是不是相当于九个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一条流水线上 有三个工人 我另外一条流水线 有三个工人 那么只要扩展流水线上 将来我的生产效率 是不是也会提高 同学们上下一个场景 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我在一条流水线上 添加工人 是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我每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 还是一个 我不变 我开批条新的流水线 请问 是不是也能实现多人了吧 那你觉得哪一个 什么哪一个费 我在一条流水线上 我添加五个工人 是不是还是用的 那个资源 如果我要是在 一个一条流水线上 有一个工人 我要是再开额外的 再开四个流水线的话 每一个流水线 只有一个工人 请问是不是也能实现多人了吗 但是这样的 效率要低 那么还想有点 是不是资源 是不是比较浪费 所以说 最终的一个结论 咱们一般情况下 在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 什么东西 用来还是比较多的呢 多县城 多县城 进城的资源要浪费 这边来讲 进城资源太浪费了 县城要比它轻 你听懂了吧 但是县城也不意味着 它最轻 咱们会在后天的时候 给大家讲什么呢 斜城更轻 都实现多认为 另外一个方案而已 好了 同学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再看看这个图 程序运营起来之后 它一定是有资源 一定是有内裁的 那么我就打了个比方 以网易云易月 和天天静静听为例 请问 我双击之后 它是不是一个进城 一个进城里边 同学们 咱们设计一个场景 很简单 你是否经常会这么做 你一边放着歌 你一边是不是下载的歌 是这么多的吧 那么我一个进城里边 有两个代码 有两个部分要做 请问 是不是一个进城里边 是不是有两个现场吧 那你的天天静听 和网易云易月 请问他们两个关系吗 天天静听和网易云月 是不是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要说进城之间 其实就是独立的 独立的 那么这个进城里边 当然也可以这么实现了 请问 可以吧同学们 那么对后的一个好说 这个负责从网上去下载数据 下载下载数据之后 我把它放到咱们这个县城 和这个县城之间 都共用的地方 请问 可以吧 你下载到了数据 你往全世界办理来扔 我这个县城 从全世界办理来扔 把数据拿过去 请问 你下载完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接着播放了吧 下载一边下载一边播 一边下载一边播 其实就是多任务的基建 能力加 最后从这个图当中 还有一个隐藏的意思 县城是依赖于进城的 你听懂吗 没有进城就没有县城 你听懂我意思 没有进城就没有县城 必须现有进城 再有现成 进城是资源分配的单位 而现成是将来操作系统调度单位 能理解吗 通过这个图 结合了我刚刚佛说的这个 和这个 接下来把咱们的多任务 把几分钟可以理解 这个非常重要 它的重要性我就不再强调了 非常重要 你把它一定要理解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